来台湾生活竟然有文化冲击 这五点让我无法适应 搭电扶梯别靠左 来台湾记得靠右哦 台湾的道路通行情况和新加坡是相反的 新加坡右驾 台湾左驾 新加坡走路靠右 台湾走路靠左 像这样的斑马线 请先往左看 再往右看 小心过哦 台湾很多街道都没有人行到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走路边 这个时候就要多多注意旁边的车辆 出门前养成好习惯 打开交通软件看一看 台北虽然是交通较为方便的都会区 不过有些公车的班次和频率 没有新加坡来得高 台湾公车的等候时间是不低的 频率比较高的可能隔五分钟 十分钟 但是有些我们需要等上二十分钟 四十分钟 甚至六十分钟 九十分钟都有呢 为了不浪费时间 大家出门前还是先查一查公车时间吧 上厕所千万不要直接把卫生纸丢进马桶哦 在台湾不是所有的卫生纸都能溶水分解 如果你把不能分解的卫生纸丢进马桶里的话 马桶很容易会阻塞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很多公共厕所都不允许大家把卫生纸丢进马桶里 所以大家在外面上厕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搞示牌哦 是头晕还是地震 随时做好趴下 掩护 稳住的准备 台湾每年平均都有四万次地震 是头晕还是地震 你们要搞清楚哦 之前呢 我就是以为我头晕了 结果 Oh my God 地震发生时 请评估地震的震度 随时做好趴下 掩护 稳住的准备